夏天到了 很多人都會選擇減重 為了就是穿上漂亮的衣服 不過減重應該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像是美秀姐 她最近減重成功7公斤 不過在減重成功的過程當中 竟然發現自己有後天型的血友病 對啊 以前都只聽過血友病 不知道居然也有後天才發生 所以她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事實上她現在準備出專輯 籌備了一整年 其實她自己說這過程 真的就像生孩子一樣 沒有想到最後要面試的時候 不只專職要面試 人要出來搭檢 所以她就特別減重 那她這次減重當然也是跟著流行 也用了我們現在很多人在用的瘦瘦針 那在瘦瘦針的幫助之下 她也順利瘦了7公斤 一個月 但是重點是什麼 她說因為打了這針之後 她的效果真的很好 因為她說 她每次大概只吃一口飯 或者吃一點點就覺得很飽很飽很飽 所以幾乎沒有吃東西 瘦得這麼快 瘦得這麼快 連自己都覺得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怎麼瘦這麼多 太快 開始有點覺得會暈眩 真的覺得整個人都很沒有力氣 後來就覺得整個人都不大對 趕快去醫院 一檢查才發現醫生說 哇 不得了 你的血色素居然只有2 太誇張了 這一個是12 對 這一個是12 她說其實你的狀況就是 你是一個後天性的血藕病 後來還想說真的 她說她那個腳 裡面有一條就是像 整條幾乎都是瘀青 就她隨便碰就會瘀血之外 甚至連膝蓋整個都腫起來 那醫生就跟她說 你真的特別小心不要碰撞之外 如果真的緊急的時候 可能還是要打針一些急救的針 所以她說這一段時間 大概就打了四次那種急救的針 避免她太嚴重 她說聽說如果沒有給付 她一針要十幾萬 她說我可以感謝說 我們的健保真的很有力 但自己也才知道說 原來居然因為這種營養極度不良 造成這種自體的可能免疫反應 造成這個這麼嚴重的疾病 可是有些人就像剛才薑屁說 她是天生救人 比如說這個利友王 利友王大家看起來覺得她頭好重 對不對 她是生出來就發現了她有血有病 所以她說她其實有時候 小時候也覺得很怨嘆 為什麼自己都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她在創作的時候 也是會把自己這些人生的歷練 寫在她的歌詞 用音樂來反映 她說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平平是小孩子 大家可以亂跑亂撞 去戶外玩 她上學還要戴護膝 不是去立法院也要這樣 戴護膝 別人就覺得你是怪咖 幹嘛上學戴護膝 別人可能不了解為什麼戴護膝 因為想說不是不要撞到就好 後來知道這很嚴重的血有病 甚至她自己跳一下 都可能會出汶 很嚴重 所以不能隨便碰撞 所以她說就這樣 不過也還好 因為現代醫療的發達 她已經跟她和平相處超過29年 所以雖然跟別人不大一樣 但是還是可以有很好的生活 還可以正常生活 那有一種的她很怪 她不叫血有病 她不說她叫類血有病 什麼 類血有病 那這個女生她是月經來的時候 她就想說奇怪 為什麼她的月經來 都來很久不會停 來很久不會停 而且到嚴重的時候 真的因為你已經很平血很重 她就開始會有一些暈眩 不舒服 會喘 然後功課也跟不上 因為你想你如果很缺血 你就可以注意你的問題 沒辦法集中 所以後來就帶她去婦產科治療 想說怎麼奇怪 那都沒有什麼改善 可能治療經血過多的或幹嘛 好像對她都沒有什麼影響 後來去檢查才發現說 她得的是一種叫 溫瑋伯格式症候 說她就是一種類血有病 她也是缺少某些 我們在凝血過程中 需要的東西 所以真的也是需要格外治療 不是只是說 真的只要一些 平常性的補血 不是 她還要特別的 所以各位看到 光血有病就有三種 這麼多種 後天血有病 先天血有病 類血有病 你有聽懂嗎 請教一下戴醫師 這三種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叫做後天血有病 血有病還有後天的 對 後天血有病 不是說後天才會得 明天不會得 不是這樣 基本上是有一些原因 我們在講說 有一些原因所造成的血有病 所以我們才叫做後天 找得到原因的 找得到原因的 基本上很常見就是像自體免疫 像有一些是像 紅白心狼腸可能存在的問題 或者是有些自體免疫的 相關的疾病 或者是身體突然產生的抗體 對抗我們身體的第八因子 第九因子 這都可能產生血有病 但是後天的血有病 假使說我們在及早用藥 譬如說像用一些類固醇 或者是找出它根本的原因的話 有機會就把後天的血有病 把它治好 但是先天的血有病 跟類血有病 基本上它是遺傳因死所造成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治好 它必須的治療 就是一直要靠藥物 所以先天的血有病 其實跟先天的糖尿病一樣 它的發生時間 經常是從小孩子開始 所以小孩子通常跑來跑去 就很容易撞到 撞到膝蓋 因此膝蓋就會腫起來 那在早期 很早以前 其實沒有第八因子 第九因子 像這一類的病人 基本上都是初血而亡 那特別像女生 一旦到經期的時候 就是大量的月經 流血不止 死亡 那後來我們現在是可以有 第八因子 第九因子 現在很多那種因子都做 蛋白質都做得出來了 對啊 那所以第八因子 第九因子相關的是 血有病的 我們這個就可以用藥物去治療 輸回去給它就好了 幫它把出血問題止住 病人就可以長期存活 但是類血有病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類血有病基本上 它不是第八因子 第九因子造成的問題 其實第八因子 要造成淋血的時候 它同時會有一個叫VWF 就剛剛那個翻身 素星講的那個很奇怪的英文 溫韋伯 那個英文叫 不是潘韋伯 不是潘韋伯 這個VON William Brand 像這樣的名字 看起來應該比較像是東歐 或是俄羅斯這樣的 外國人比較會得的感覺 是他們發現 其實人種都有 這個VWF其實在台灣一年 大概發生率是個案數 很少 所以最早期是台大有位教授 沈明進教授 他針對這項疾病做全國的調查 結果他查到是大概幾百個人而已 幾百個 對 只有幾百個 第二個是類血有病 它的發生原因是VWF出現異常 因為它的數量又分成輕中重 所以只有很嚴重的 會造成大量的出血 其他的病人 其實如果沒有遇到大量的出血的話 他其實沒有生命危險 所以像那個比較 他分泌量不是很嚴重 最少的這樣的病人 除非像生小孩 或者是說開大刀 其實他平常小碰撞 他其實大概也不太會出現 所以這個血有病 大概就分成這幾類 所以我們請教大家 因為有所謂的後天血有病 但是不是說瘦瘦症 會引起後天血有病 只是說但你身體重量 在急遽改變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可能會產生一些免疫的反應 就可能產生後天血有病 所以還是要小心 另外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講到說 關節關節這個問題 其實很多血有病的 就是擬血功能有異常的病 我們要特別注意它的關節 為什麼要這樣子 一般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血有病的患者 其實他很容易會 第一個發現的時候 就是關節腫脹 那關節腫脹主要是 尤其是一些負重的地方 所以過去有一些研究發現說 如果我們把一些大關節 中血關節 小關節 去做研究跟統計 發現說有三分次的血有病的患者 基本上都會有 兩個關節以上的腫脹 尤其是最常見的 就是我們的懷關節 懷關節 它會佔了六成以上 腳踝 就是因為跟我們負重有關 而且你可能每一次的走路 都會動到 也容易扭到 那再來就是手肘跟我們的 細關節 差不多佔了快五成 各自五成 所以對我們來講的話 就會發現說 你會發現這些數據加起來 不是百分之一百 代表說都是兩個關節以上的 一個腫脹出血 那因為它出血之後 它的一開始的表現 其實會有點像我們的 所謂類風式性關節一樣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發炎物質 我們的血液會堆積在那邊 就造成一個刺激 所以這些滑膜發炎的時候 到時候久了 甚至會導致我們的 這個關節 就會變成像退化性關節 那你也知道這些 那些小朋友他感染血友病 他罹患血友病的時候 他就會被告知說 你要小心 要被保護 要被撞到 所以有的小朋友 就更不敢運動 不管運動 有時候甚至到時候 肌肉都萎縮 萎縮之後 甚至就容易跌倒 所以就變成說 一個惡性循環下去 到時候甚至就需要換關節 好像過去就有一個報導 就是那時候一個 四十多歲的男生 那時候他罹患血友病的時候 那時候還沒有健保 所以根本在藥物的治療上 非常昂貴 所以他就根本沒有辦法施打 那就一直反覆的關節發炎 關節發炎到之後 甚至他完全沒辦法去行走 然後也沒辦法去工作 到時候是還好後面 健保就出來了 然後就幫他還可以換關節 然後後面還可以正常的生活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說 在這類的小朋友 在目前有在健保的支持之下 其實他們的整個生活品質 跟後面的育後期 也是改善蠻多的 其實大家對健保都頗有維持 但是我講實在 其實健保真的幫助很多人 所以大家對健保多一點關懷 當然也希望政府能夠 多一點補助給健保 多照顧一點我們的這些病人 另外缺鐵性品血 在台灣非常常見 平均每五名女性 就一個人有缺鐵性 因為有月經的關係 所以廣告之後 我們就教你做一道補鐵的料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江峰醫師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最新影片的訊息 另外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影片 對你的健康有幫忙的話 請幫我們按一下 影片下方的 超級感謝的按鈕喔 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及肯定 謝謝大家